各位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香港 大家請客立 走勒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這個課是這個 南海新南訴訟的專題 知道嗎 南海冠西知道嗎 沒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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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聽到 沒聽到 這 好了 我直接講了 這個新鳥島專屬經濟海義 自然之源的訴訟 這幾個看有沒有 有 有齁 這新鳥島在打 知道嗎 知道 還有這個 等一下跟你們講 專屬經濟海義是什麼東西 200海義你沒聽過嗎 經濟海義 這有美國回來嗎 有美國回來的嗎 OK 這自然之源什麼 酒油 天然氣 可燃兵 那有的沒有 那首相 就是去法院 新鳥島在哪裡 自然之源是什麼 上午管理去美國 美國回來 美國怎麼這麼簡單 這不太容易 這不太容易 你台灣要去美國購 這不太容易 那美國還能夠受理 然後這個訴訟進度如何 對本來有什麼影響 我們今天大家要說這個東西 這是布倫布 布倫布 他是一個財經的專業媒體 就譬如說 我們這個經濟日報 或是說 什麼報 那種報 這不是政治報告 專業報告 他說哈維斯特這個能源公司 比這個 數十名的台灣人民提高 說在中國南海 這裡有發現 五億湯的酒油 和7.5兆六萬公尺的天然氣 但部分的地區 在新南青島的專屬經濟海義 該地區的主人主委和經濟主委 尊於本土台灣人的 這個官司裡面 這個基民要求 290萬美金的賠償 中國自由 總共是在這個訴訟中 他並沒有被列為被告 這個報道 這個報道 這裡有這個網址 這個報道表示說 確實有一個官司 他打開的內容是這樣 看來 犀鳥島是在哪裡 現在有在這裡 這樣看好嗎 這是台灣 外南 菲律賓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日本在這裡 這在這裡 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現在要拍這個關係 空的不知道要拍這個關係 對吧 這在這裡 這是 這個西鳥島的 它是在這裡 它是在這裡 它是在這個 新南青島的 這個範圍裡面 這新南青島 1939年3月31號 美國駐日本大使 通報於國務院的資料 有這些座標 這些座標就標出這些點 這個是西鳥島 它這個島 來畫200海里的經濟海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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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南公佈 這裡 貴公布了這個 坐標 它那個 臨海積墊 這裡 就沒有 第二 圍200海力 這是印尼的圖 它也跟我們圍200海力這樣 所以這三個圓圈 這個跟這個的交集就是 這兩條線 這條線 越南跟我們的交集是 這條線 所以這個點 就說圍起來 尤其我們的部份就是BCDEXYZ 這就是我們的經濟海域 有人在這裡 是經美國公司 他當作這是中國的 去到中國簽約 結果 去到外南跟進去 這個西南島在這裡 這是日本人學的土 法律圖 日紀時代有在台灣的新南青島 跟我們台灣有些關係 在這裡開始 現在島上有一個跑道 600公圈的跑道 飛機的跑道 誰去的 外南去的 越南 越南在這裡 所以說美國公司 跟中國的一個公司 要在這裡採這個炭坑 我們去到這個外南跟進去 就是這樣子 這西南島在什麼地方 沒有人嗎 越南 越南軍隊在哪邊 是不是他的 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佔領不宜轉自前 聽過嗎 現在他是尖而已 他有吃到自前嗎 我們來看一下 先討論 主權的內容是什麼 很大部分 了解 包括這個 主權的潛力跟主權的義務 主權 還有管理 還有義務 不是單純的管理 他還有義務 義務的 內容就是防衛錢 支援錢 管理就包括立法行政司法 佔領金有什麼 佔領金就是說 有這個立法司法的權利 佔領金就 沒有人去佔領義務的 佔領 不會去唱你的義務來做 才有這種得利 我們也唱管理 怎麼會唱義務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他唱這個管理 他有帶有一個義務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他不會去唱義務 所以這 那就是 筆佔領子 存什麼 管理去 去唱義務 就是 自衛錢 防衛錢 這種東西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壽命接收 新南 這個 南海豬島 19年12月 這個ROC派遣 這個美顏的海津金件 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負責接收 佔領日本 已經完成的 新南 這個南海豬島 他叫73年到70年 南野派兵 擊敗了ROC 沒聽過嗎 以前這個倒是 1946年是行政長官公署去沾的 結果73年去打敗去 七公年南野振錢崩潰了 北越軍隊登島接受 駐軍的投降到現在 所以現在這是北越 這樣 竟然幾首 一首 兩首 三首 有便利的嗎 不會啊 因為都是佔領嘛 佔領不能移轉主權 現在我們要打這個關係 要確認一下 現在 2013年 越南這個臨海基線 有沒有包括新鳥島 我們剛才那裡倒沒有 根據他公佈的 根據他公佈最近的這一點 他沒有包括這一點 雖然說這裡有他的軍隊 但是他的政體 他的法律也有一點 沒有啊 這個圖就是證明 他雖然說口口聲聲說 這個地方是他的 但是他的法律 沒有把它畫進來 佔領不義轉主權有例子嗎 有啊 有幾個例子 我們來看看 就是說 他是沒有法律 他說因為佔領不義轉主權 佔領不義轉主權 佔領不義轉主權 佔領在哪裡 這個美國的戰爭法 裡面有 最接受的就是第一個 美國嘛 他有建政法 還有一個關心 建政的就是 國際公職日會 他本來說這個佔領法 佔領法並沒有獲得 對被佔領領土的主權 這是兩個 很重要的 那種的 的機關 的團體的東西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 歐巴馬 出以色列要退位 1967年的邊界 這是2011年的事情 最快的事情 他說什麼 這公開支持巴勒斯坦 未來更去 1967年的邊界 六四戰爭前的邊界 獨立建國 就是說 以色列你現在 佔東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很重要的地方 他佔在那裡 佔1967年 佔到現在 要退還嗎 還是要退還 這樣幾年了 四十幾年了 四十幾年了 我們再來看看 中國證實依國計劃條文 前面一個兩國領土真理 這也2011年 也一樣 這這也久了 超過一百年 這也要寒 他說 大吉克國會投票 通過 放棄一塊 在派沒有高原上的 跟中國 有爭議的土地 這塊土地 要讓也給中國 不是買的 是反應 這 姐姐兩國 長達一個都市區的領土爭議 這是 超過一百年 在清朝的時候 就已經降到現在 現在 清朝的時候 現在要寒嗎 經過兩個 經過中華民國 還要經過這個 現在 PRC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也是要寒啊 這個 建政法是沒有時效的問題 如果你是佔領的話 在18世紀到現在 都可以討 那當然以前 那個時代 沒有國際法的建政 那就沒有了 你由國際法開始 就有這個問題 超過一百年 還有一個概念 剛才說一個日本 日本現在也有了 日本現在 北方四島 沒有跟蘇聯 在那裡 要討四顆 也討幾顆 沒有 這個是佔領不宜轉主權的例子 如果沒有 現在 蘇聯去佔那些島的時候 把那些人都車車回 車車回到日本 那裡 沒有日本人 北方四島沒有日本人 就是這個環節 佔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我不是說要給你 還是你幫我移轉主權 現在要偷偷回來 那再來 先蘇聯跟蘇聯 這有什麼不同 給你們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先蘇聯跟蘇聯 我們剛才蘇聯有說過了 蘇聯不宜轉主權 先蘇聯 先蘇聯 會不會取得主權 先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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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的東西 在當中也先蘇聯 先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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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無主的東西 無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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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先蘇聯的問題 沒有人的東西 先蘇聯 先蘇聯 我們回歸了 這個國際 前蘇聯 英國的奧本海姆 無主地 先蘇聯有兩個要件 就是說 奧是最上的箭 就說在那裡頂支 在那裡 第二樣就是 有取得主權的意思 這有箭的意思 這差別在哪裡 比如說 這個海島 常常有漁民 打漁的時候 避風 避岗 風雨的時候 早起這個島米 美國 就有保備 就起一間土地公廟 在那裡 這樣有接到嗎 他有接到 但是他欠很多東西 他有這個 取得主權的意思嗎 他有取得主權的能力 他怎麼代表國家 市民怎麼代表國家 不行 你說像這個 所以 就是說 無主地 先蘇聯國計法上 有一個要 規定 政府想要獲得這個土地 一定要表明這個意圖 那海民怎麼占在那裡 這個叫歷史主權 他一定要建立某些 就說 建立某些東西 然後 就是 有公告 市民也沒有去跟世界公告 說我要檢查的地方 所以 那個站 不完整 所以叫做 沒有取得主權的意思 私人沒有取得主權的能力 意識能力 市民在海島去土地公廟 或是說 一般人 1911年 第四十年才兩份 這都不行 因為這私人 都沒有取得主權能力 他都沒有那個能力 所以不能取得主權 不能完成先戰 那日本有先戰的行政管理的事實 1919年 這就出現 東京地方裁判所 這個同意這個拉薩島 採礦的登記 那 然後 日本政府發出採礦席殼 這種東西 台商是自己去那裡 那裡 這樣不保障 趕快把政府報告 叫政府來管理 這樣 這樣就不一樣 採礦席殼 這是表現什麼 這就是說 有主權的意思在裡面 那看法國 一百七十四年 椒子之納 是安蘭 割給這個 法國的領土 他說 越南這個地方 以前是法國的領土 現在 割給 法國的時候 他沒有包括西鳥島 1874年是沒有包括 1925年的時候 法國駐礁子之納 的總督 沒有公開 將西鳥島 放在那個 他的八地層管轄 沒有樹立建物 這樣 感情也沒什麼完成 這個 沒有公開 這沒有意圖 這也沒有完成 日本海軍 在這裡 設白 設白 期待這個 墓碑 1929年 派金箭 這有主權的意思嗎 這有了 設白 這也有公告 1929年4月 因為金箭不景氣 就是停止採礦 拉薩島停止採礦 撤退 對嘛 法國趁機 就是1933年 先告說 他要先佔新南青島 你說這樣會真理嗎 這樣有真理 日本政府在八月十個 座村內閣決議 對法國提出抗議 強調日本拉薩公司 從大正七年 1918年 以來就在新南青島開曠 日本政府給予多年 就給予協助 日本在新南青島 有進行行政管理 開發多年 新南青島 不是無主地 因為日本就在管理 海軍 還是說 行政機關 都在處理 所以 這個時候 他不是無主地 不是無主地 可不可以先佔 人的東西 要先佔 就變成 這樣叫佔領 佔領就不能移轉主權 1939年 這個3月31日 日本政府將新南青島併入一室 通知法國駐日本大使 在該日本外務省聲明 新南青島唯一 當期無主的土地 日本人從1917年即在該島 進行行政管理 外面法國在該期間造成 無謂的紛爭 決定將新南青島併入 台灣總督府管理 跟我們台灣有關係 在這裡開始 高雄 這來自高雄 高雄市管理 所以從這個地方 就正式跟台灣發生關係了 一本大使館召集會議 傳達新南青島的信息 1939隔天 他併入了隔天 大使館的開會 就日本大使館參事西某 代表大使在他的政府的指示下 已經召集會議 傳達新南青島切實的信息 西某先生交給偶方 就是美國啦 這份描述新南青島的位置 日本政府有關該島的主張 法國政府有關該島的行動 1939年3月31日 指日本政府將該島併入 呼吻謀殺 司法管轄前領土下的行動伴隨報告 這開會跟大家講了 就開會跟大家講 剛才有跟法國講 現在也跟美國說 是不是通告世界國國 這就是標示說 佔領的意圖 我們看通告之後的歡迎 這是說內容 就是說他的 剛才我們就 精緻度 你的犯罪要跟人說清楚 你這是檢查的嗎 要講清楚 這是日本大使館給美國國務院的這個 做標 美國華盛頓在5月17日 他講 日本政府到現在沒有實行 能被適當地視為建立主權主張的基礎 你要Claim 的基礎也不夠 任何國際上的有效 就是說這個 不夠 你要先有這個主權的 雖然說你有責 但是你還不夠民窄的意思 是不是三天就要浪費這樣 經濟不景氣就要走 這樣意思 所以日本的加強建設 新人親老主權的基礎 派警察去 派警官交接 派七長 電力 關廁所 電力設施 一夜設施 這個會不會因為不景氣而離開 不會 這個不會 這已經主權在這邊 警察在這裡 風台也不會走 對吧 這是第19 1941年12月8號二戰前 二戰當時開始 1941年12月8號 曾治島宿電開始 日本跟他選檢 再來中華民國先戰 對吧 所以先戰有意圖 在這裡開始 所以他們都是進行的 進行的 進行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這個ROC行政的研究會 有一個南海歷史性隨意的 法律地位研究 他說 日本此等的措施已具備國際法上先戰的條件 這他肯定的 不是說過了我們肯定而已 我們也看過了 但是他官方的資料說有先戰 這都有資料 這個國際法上先戰 如果說已經充分 表示這種的企圖 不受別國的剝奪 那日本就充分表示嗎 跟法國說 跟美國說 到處發喊通知這樣 所以說他有沒有充分表示 有啊 是不受別國的剝奪 而且它是在戰前 是已經完成了 後來 千歷國要求日本放棄claim 表示日本曾經取得嘛 那否則日本就沒有權力可以放棄啊 對不對 你放棄就表示你已經取得 所以說這個1952年的時候 本來美國是沒有承認嘛 你怎麼不夠了 那現在已經要求放棄就表示說有承認了 那放棄之後變什麼 美國有沒有取得新人進來佔領錢 有沒有 你看 這杜勒斯 美國國務卿的顧問杜勒斯 他主張這邊要和平條A 二條二三條A 他主要佔領全國的身份 取得胡亂謀殺 他說 如果日本 不以任何國家的利益而放棄的話 那麼將造成國際混亂 你放棄 你沒有說給誰 那這樣大家來唱 這樣國際混亂 所以 這個簽約人說這樣不可以了 所以要 美國就以主要佔領全國的身份 取得胡亂謀殺 包括新南青島的佔領 這樣就沒有 你如果是說放棄然後 沒有說給誰 一般的學者說放棄之後沒有給誰 沒有指定收受過 就大家可以來唱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討論都沒有討論 剛剛這 剛才有說 如果說你放棄沒有指定收受過的話 這個會造成混亂 所以 他現在說什麼 二條 放棄沒有收受的對象 有沒有 主權是沒有說放棄 放棄這個什麼 佔領的全力 有放棄 主權全力 不是主權 有沒有 主權是沒有講是沒有錯 但是也沒有動 就是說 所以 主要佔全國的身份是什麼 就是 取得主權的潛力 本來說幾百貓 這個領雄 本來稍微介紹一下 本來的事實是什麼 這個19 92年5月8號 美國克里斯通能源公司 跟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 在北京簽了一個 萬南北21號的合約 這個合約沒有辦法開採執行 我現在也沒有辦法執行 因為 是怎麼沒有執行 1993年4月13號 克里斯通公司租了一艘船 要去探勘 當天被越南出動五艘五艘 武裝的船 團團圍住 這樣怎麼會打開 公圍住要怎麼打開 中國這個負責人說 從此 中國人的石油森林 沒有在南沙海域出現過 二十年了 到現在二十年了 二十年 我們剛才說幾百百 這個 這個萬南北在哪裡 我們爬就是在我們的 西鳥島的經濟海域裡面 簡單說 這我們爬的 西鳥島的經濟海域 誰的 誰的 那不是台商是日本已經 取得先戰 對不對 美國也成任 文國也承認 這個先戰的取得主權 美國佔就是什麼 佔領錢 對不對 所以這什麼地方 美國的 佔領不能移轉主權 高雄州 高雄州的 高雄州的嘛 是不是這樣 這大家可能 其實 他取得主權權利是管理權而已 他沒有辦法取得那個東西 誰的權利受害 克里斯通租船去探勘 誰的權利受害 我記得 摩扎 要用一百萬把這個白宮賣掉 可以嗎 這個摩扎 所以我買了 一百萬賣掉 一百萬賣掉 對吧 吃了口頭電腦 你要給我買好了 我買在那裡 他叫一個手將去開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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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問題 這個 你說要買月亮可以嗎 沒有人幫你反對啊 你要買老人幫你買 有什麼可以 你賣太陽賣宇宙都可以啊 但是 你能不能加戶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嗎 對吧 這個 魚人加戶啊 口頭加戶啊 他叫手將去開門 這樣可以嗎 這樣上水飯罰了 只有一個嘛 叫手將去開門 那才有問題 王爺是那個嘛 對吧 你去睡覺嗎 看你去王爺的嗎 吃了也不然在現場 他要來王爺的 對吧 所以 誰可以提告 在這個案件裡面 白宮的所有人嘛 不是警衛嘛 對吧 誰是被告 他嘛 啊 這個吃呢 他會變說 這個是來自家賣的啊 吃先變證人 對吧 吃先變證人 證人要證明說 這是我的 他看我的證明嗎 你相信他我的證明嗎 沒辦法嘛 對不對 這樣清楚 這就甘是說 中國 把這個新南青島 賣給這個 魚啦 他就走這麼多 要去賺錢 走這麼多 走這麼多 要去賺錢 走這麼多 是不是 有聲音嗎 有齁 這樣 誰該被告 是不是這間 舊的公司要被告 他競爭去要賺錢啊 這就不對 這是開搜的意思了 這個夾 還要出來證明 證明說 他不會讓他 這是確實的 你想他怎麼證明嗎 不會齁 我們再來看 上午 誰可以去告 然後 誰 去提告 可以代表誰 他們被告是誰 誰有錢的去提告 我們怎麼說幾百部 高雄 高雄齁 台灣可以嗎 台灣總統府那些 可以嗎 可以喔 這我們等一下說 講可以不可以 現在要拿根據 誰去提告 誰都去美國 第一個你要 你要 第一個齁 你要 買飛機票器 有人可能 這個就人類的問題 要請律師這些錢 美國律師很貴 可以代表誰 可以代表誰 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 直接說了 不要在這裡 這安理會 2004年 1546號結議 他說 重申 跟伊拉克人民自由 決定 支配自己 自然自然的潛力 這安理會是什麼人 安理會是 英國啦 美國啦 中國啦 蘇俄啦 法國這些國家 他們說 這件事 這是為什麼會做這個 結議的 英美聯軍 佔領伊拉克的期間 哈山政權垮台 伊拉克的政府垮掉了 上面的伊拉克沒有政府了 沒有他自己的政府 可以代表 可以合法代表伊拉克人民 但是這個主委 社會什麼人 他說是伊拉克人民享有的 那被遣害怎麼辦 伊拉克這個時間 他的潛力來被遣害怎麼辦 誰在搞 誰在搞 誰代表伊拉克在搞 這個 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 尖領國敢不可以代表一 啊被尖領的 沒去啊 沒去啊 就只好自己來了 被佔領西里亞哥蘭的阿拉伯人民 這個 2007.726號 第46次結議7號 第7項 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和被佔領西里亞哥蘭的阿拉伯人民 對他的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 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 要求佔領國 以色列不要開採危害的浪費耗盡這些資源 這個結議這樣看有 灰灰了 他說被佔領西里亞哥蘭的阿拉伯人民 你看看 被佔領的 這裡怎麼開採 西里亞是不是國家 阿哥蘭 哥蘭是他一個地方 一個省 這個地方的阿拉伯人民 誰有權利 誰想要不可報道的權利 被占領地的自然資源和經濟人 誰想要不可 占領國可以嗎 不可以 被占領的西里亞個人的神 可不可以 被占領西里亞個人的阿拉伯人民 你們是不是 台灣和新人清澈的自然資源 誰想要不可報道的權利 台灣人喔 你如果說台灣人 你才確定台灣是不是被占領的地方 台灣是不是被占領 是喔 台灣第二占的情形是大日本國的議員 對不對 二占是誰叫美國打敗的 被人家的炎子彈嗎 大日本國戰敗後被誰占領 台灣當時被占領 蛤 日本喔 就叫美國戰敗後也叫美國占領 那規定在哪裡啊 就算和平條二三條有規定嘛 這不可以說啊 這都是有法律根據啊 聽到這樣 就是說台灣被占領這個事實 有嗎 有法徵明嗎 有喔 那也被占領的時候就說被占領的地方的人民 那你們是不是被占領方的人民 是喔 那有政治嗎 在哪裡 現在和平台是說被占領而已 但是這個島上有People on 台灣也有People of 台灣 那你們是 三輪陣 大家一個三輪陣 台灣人三輪陣在哪裡 日本時代都有做貨值 負值成本 你們如果日本時代的負值成本 你就能證明你是被占領方的人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有嗎 有喔 有這樣就最好了 這個主要占領國是針對什麼 這控制法官布朗斯 絕對和平條A沒有釐清楚 得在台灣行使主權權利的 行使主權的政府 二三條是籠統規定美國的主要占領國 沒有指成這個 這個主要占領是針對什麼 這我敢這樣說對不對 對不對 對喔 對這樣就不用意了 這個話要跟他挑戰一下 怎麼挑戰來看看 這 哪有在到這裡 占領就是托管 不要聽過嗎 不要 被占領的領土 是被人以托管的方式所持有 這是 金氏鎮 金氏鎮和戒嚴法 這個 七十四 古巴的實力 這裡有說明 就是說 這個 被占領領領土 不是被人以托管的方式所持有 那托管的內容是什麼 托管的內容是什麼 知道嗎 這個 第三條 他有規定說說 這個 這個 日本統一美國 對北維二十九度 宜蘭這個蘭領島等地 送交聯合國的信託統治的制度的提議 日本統一美國的提議 這個提案通過之前 美國對上訴地區 所屬基民 所屬海域 得擁有行政 立法施法之前 這個 這個 通過前 通過後 想一想 提案通過前 美國對上訴地區 所屬基民 所屬海域 得擁有實施立法行政之前 那 佔領領領在托管 提案後的通過後 有沒有不同 蛤 有沒有不同 沒有 有 有還是沒有 通過後 佔領領領領的潛力 變大變小 變大 確定喔 會變小 有現在變小你知道嗎 他沒有通過之前 就有行政立法施法的權利 通過之後 會不會有一個契約 占領的協議 本來沒有人 barber 美國很困难 他沒有讓他通過 因為潛力會變小 因為會有這個佔領的協議 聯合國也有一個佔領的什麼規章政策 所以他沒有讓他通過 這個流亡國外級代表 級上市代表前沒有國際人格 這周恩來的言文 他說 毀邦逃往國外 中共告知聯合國成員國是立場為 國民黨積極分子已經離近中國邊界 流亡他國領土 因此沒有任何事實法理可以主權可以講 不能代表中國啦 他們是在爭這個中國的代表情 那個時候的那個 中共 他講 他流亡到國外去了 是不是 標示什麼 標示中共也穿車這是什麼地方 台灣不是他的嘛 對不對 美國法律 這是說美國法律機器對台灣適用 這是什麼意思 美國的法律機器對台灣適用 這是TRA第四條A 他說欠缺外交關係和承認 將不影響美國法律對台灣的適用 美國法律將機器對台灣適用 就像1979年年內一號之前 美國法律對台灣適用的情形一樣 這個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會立法嘛 對不對 我讀美國你們知道 美國國會立一個法 那行政機關要不要去執行 你說適用在台灣嘛 行政機關就要執行 美國法律要不要依法審判 對啊 所以這台灣關係法四條B7嘛 也確定喔 台灣在美國法院中可以起訴跟應訴能力喔 這條規定什麼 美國在台灣也沒有立法行政司法的潛力 他不是說美國法律對台灣適用嗎 AIT就在執行啊 看AIT有執行嗎 怎麼看 再看看 台灣關係法第三條第二項 美國總統的國會啊 對台灣防衛西亞的判斷喔 應該包括 美國軍事當局 向總統國會提供建議的檢討報告 By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uthority 這有一個軍事當局耶 如果可以去看這個就看有啦 軍事當局齁 這也是在台灣關係法裡面耶 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 他說這個 2000年12月19號 台海評估啦 他說台灣關係法 呼籲我們 我們是誰 美國國防部 維持美國對抗任何危機台灣安全的武力跟威脅的能力 國防部 國防部說 台灣關係法 呼籲我們國防部 任何 危害 台灣安全的這個 的能力 就是 行政黨是承諾在該地區 維持10萬名的部隊來 引引該地區可意見的未來的情勢 這10萬名的部隊包括 駐韓國 美國 美國的第六 陸軍第八軍的第七志工軍 布置在日本的陸戰隊 第三連政軍 第五志工軍 以及美國的第七艦隊 他說 這10萬名的部隊 是在保護台灣 有問嗎 這真的還假的 這是AIT官網 現在還找到 叫網址 如果有幸福的人 可以去找那個檔案 就是有這個報告 再看看 AIT 這個 這個不能看過 這AIT 美國通關 美國撤下來台灣海關 有AIT半年 這什麼意思 美國把這個 台灣的海關趕走 親自執行海關的行政權 是不是這樣 中華美國海關在這裡 在旁邊看 這 在這裡通關 這都有資料 你有行政權嗎 有比中華美國更強嗎 有 這兩個 這兩個看就沒有 林毅方 國民黨的經委 經事理委 他說本來是要在太平島部署這個飛彈 切招美方 AIT 又是AIT 反恐管制為有反對 你做AIT就來幫你管 AIT有沒有管制台灣金方的行政權 有 為什麼用反恐 免得說他恐怖子制 免得說他恐怖子制 有正記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隻訓論機 塗掉 那這建車塗掉 塗掉塗掉 那如果塞這台訓論機去巴士來時行路的時候 跟火力兵的火機遭遇到 你看他是火力兵 你看他什麼 他看你什麼 不免的武力 不免的武力嘛 不免嘛對不對 就是變成恐怖分子 所以說反恐管制 他們聽得懂嗎 這個人聽得懂嗎 聽得懂 他聽得懂 他不知道 剛才說10萬名的部隊 這有台海危機的時候 克林頓派了這個航空母艦來 獨立號高尼米茲號 台海飛彈危機 他可以迅速降溫 這個人有保護台灣嗎 沒有 有喔 他不是我心事前例的 他也保護台灣 這1916年的事情 最近呢 三軍齊發反智揮國 這是什麼事情 廣大新28號的什麼 那是什麼事情 演習四同作戰嘛 演習四同 演習也對不對 打火鍋 這是什麼人 共和民國嘛 這是什麼人 美國 美國 那一隻 這個比較大的 那個比較大 東馬頂頭那個比較大 對吧 三軍齊發 我們再看看 這 既得見 剛才那個叫既得見 美國拿來做什麼 當靶劍 2013年5月11號 就前 就是這個 會國的態度 廣大現在案子 我獻菲律賓72小時的 賠償道歉成胸 14號到起 那菲律賓怎麼反應 菲律賓說一個中國原則 處理廣大心案 哪有差別沒有 這是5月13號嘛 他15號 他11號嘛 兩天之後 他說不到箭都要派最強的既得箭 要去安裝這樣 哪有 那這裡 把船說最強 有 最貴的 昂貴的 把箭 拿來 把箭 這說要保護台灣 這叫做最強 那他的國防是真假的 假的 那是怎麼那麼貴 把船沒那麼貴 什麼意思 交保護會 對吧 這樣會通過 這跟美國議員出來呼籲 揮國要道歉成胸 所以8月9號 菲律賓就 道歉賠償 8月9號 請過幾天 三個月了 你知道嗎 三天內要達戶 人家 沒有人理他 那是怎麼 火力變的 會變 本來要一個中國原則 那是怎麼會變 美國出手了 對不對 那美國有保護台灣嗎 有 有 這是最近的大事 今年的大事 我們說一個 我們是叫美國占領 對嗎 占領他不知道有保護 占領你看 美國新政 前下沖繩的法令 這幾個占領 怪不怪 怪在哪裡 這沖繩是什麼地方 日本嘛 琉球 這美國跟琉球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有施政權 美國為什麼有施政權 占領嘛 對不對 要接著 他有什麼機關 美國軍政府 美國軍政府 對不對 我們聽到美國軍政府嗎 美國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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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美國政府的報告 這個 民政府 美國民政府 報告第一號 就是說 琉球列島 美國民政府 有沒有 琉球列島 這樣 這個 瓜虎 這個瓜虎這樣對嗎 琉球列島 這樣跟台灣列島 美國民政府 這個是不是省列掉一個東西 不是 這個應該刷在這裡 這個應該刷在這裡 美國 琉球列島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 美國的民政府 台灣列島 民國民政府 台灣列島 民國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國民政府 台灣民國民政府 這簡稱嘛 對不對 怎麼說 TCG 是不是美國軍事政府的基礎 對不對 這哪裡國的 這哪一國 這哪一國 沒有 這這這 民政府 你們來上課 你們去上什麼 哪一國的國 不是喔 這是美國的 這美國的 美國 台灣的美國民政府 是不是這樣 台灣美國民政府 才對呢 所以你今天上了什麼課 占領方還是被占領方 你們是在聽 占領方上課 對吧 上占領方的課 這個 再來看 被占領西里亞 哥南的阿拉伯人民 跟被占領 日本台灣的 本土台灣人民 有沒有一樣 完全一樣嘛 對不對 被占領西里亞 哥南的阿拉伯人民 被占領日本台灣的 本土台灣人民 一樣 被占領地 的人民的國籍 下年替台灣的國籍是 蛤 這是什麼 日本還是美國 日本啊 怎麼變美國 美國 這副規定就是說 占領旗艦嘛 立行證明書 立行證明書 流球列島 民國民政府 有沒有 這可以改做 流球列島 不是 台灣列島民國民政府 可以這樣改嗎 對齁 這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省內 這就是我們 再來要做的 就是 立行證明書 台灣內島 美國民政府 即將發行的 立行證明書 已經設計好了 美國還調整 大家就這樣 我們這跟索雄的 回過頭來再講訴訟 美國法院怎麼受理 美國法院怎麼受理 所謂的 進度怎麼 策略怎麼樣 所以說 美國律師的狀況 這2013年5月13號 因朋友的委託 勉強接受 兩個小時的諮詢 因為律師事前 以為 本案當事人不適格 無意無意 好啦 跟你聽兩點請 當天早上 九點開始聽到一半 問說 可不可以找他的 另外一個合夥律師來聽 美國 你叫他來聽 他為什麼要經過 為什麼要問 要不要找另外一個來聽 這什麼意思 然後接下來 他們取消下半場的夜 一直聽到 一點 最後 前衛同域第一階段 能否起訴的研究 付用一萬塊 本來是說 你這不適格 跟他說要研究看看 研究看看一萬塊 好貪不 就這樣啊 因為這 一個聽跟兩個聽 不一樣 一個聽 一個人付用 兩個人付用 兩個人付用 本來一個聽 沒有什麼意思 當事人不適格 說一說 到最後 他再叫這個來 你表現是什麼 心理有沒有轉變 想法沒有轉變 有齁 說什麼 會談 這個 我們棄的人 這兩個就是美國人 這是台灣棄的美國人 現在下一位來告訴大家 目前我們正加緊評估可能的工房 其中法庭可能採用的政績引用的文獻 他說下次會議 企業體企事書可以訂稿 然後遞交聯邦法庭 法庭最快大概一週左右可以分案 法庭最快一週可以分案 我們第一次去美國是7月22到7月27 目的就是 確定企事書 討論就是集體訴訟 培審團政治問題和參加訴訟 就說 這個 這個集體訴訟 有一些問題就是 你要信任其他人 你們大家都有主意 告訴你 你如果說 有日本時代的 騰本 大家都有資格 都要去問 不是說 你是要參加還是不參加 這條 待會多少人 一千八百萬 你法一項配去參加 不是說要參加還是不參加 這樣要多少 你知道嗎 法一項配多少 要不要一億元 這個官司要怎麼打 不打你齁 法一項配 因為這一項配五塊 如果加上來回 是不是要超過一項 所以 所以 這個律師傅查到說 這個 研究如果多達一兩百萬人 管理就不容易 法官就不同意 集體訴訟 不同意集體訴訟 發生一個問題 這些人 可不可以代表 沒有參加的人 再來就是陪審團 陪審團有這個 在法官審的案件 跟有陪審團審的案件 就不一樣 那刑事案件 要一百百萬的同意 陪審團的成年 10個陪審團 9個同意這個不同意 這樣會有多少 沒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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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百百萬 如果民事案件 超過一半就可以了 所以 我們這間用什麼比較好 我們這間當然是用民事 如果法官呢 國法官審 他有說 有一種只有法官審 只有法官審 他的信證到哪裡 我們不知道 這比較危險 對不對 如果陪審團審 譬如人50%就有了 這神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求陪審團審 當時要提出 最終神禮前30天要提出 大家都有管理 這是美國憲法第7條 所以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 那幾條 再來 恐懶案 不要聽說 恐懶案 恐懶案 就是我們民事長去告那條 他說起先 這個法官說 個別上述人 請求適當的救濟 他們要護照 更具體的 他們要國際承認的護照 然後目前上述人要求 更多他們想成為 擁有一切 潛力和特權的美國國民 包括美國護照 考量上述人的國籍 將使我們跨境 既有爭利性的 美國外交領域 才能解決行政部門 在過去60年中 有意不處理的問題 及誰對台灣行使主權 本田無止全力 他這樣說 我們剛才這樣說 被佔領地的人的國籍什麼 爛啊 什麼 我們剛才沒說過 尖領基甘的國籍怎麼變 不變啊 為什麼變成無國籍 這個 我們剛才說的是華麗嘛 有國籍嘛 實際上 你被佔領你的政府沒有在這裡 呈現沒有國籍的狀態 沒有人跟你證明說 你是在一國 所以你變成無國籍了 這個叫 類似無國籍 像無國籍的藝術 他說考量上述人的國籍 這個不要考量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日本國籍只是現在沒有而已 誰對台灣行使主權 這個 他說沒有講清楚啦 其實怎麼呢 這個法官 法官不清楚嘛 法官不清楚表示律師不清楚 對不對 沒有跟他講清楚 再來 有沒有政治問題 本案的關鍵在這裡 有沒有政治問題 剛才我們看到的土 上面有越南 有中國 有美國 這什麼政治問題 很複雜齁 有沒有政治問題 有喔 有喔 這樣這件也不用議 什麼叫政治問題 何謂政治問題 這大法官有講 美國是叛立法 那是什麼叫政治問題的標準 他說 他有列了六個點 憲法已經明倫 將該問題 違由跟本念平行的 某個政治部門處理的話 這個叫政治問題 這什麼意思 你再討論一下 憲法已經明倫 將某個問題 違由跟本念平行的 某個政治部門處理 本念是什麼人 本念 這誰說的 大法官說的 本念是什麼人 歡迎嘛 大法官嘛 跟大法官平行的是什麼 什麼陪審團 跟大法官平行的 他是司法前嘛 大法官是司法前嘛 對不對 美國是三前分立的國家 對不對 跟司法前平行的是什麼 就是立法跟行政嘛 對不對 所以跟本念平行的說什麼人 立法跟行政 那誰代表立法 國會 國會 餐廳跟中院嘛 對不對 平行的機關 餐廳跟中院 還有呢 行政權誰代表 總統嘛 對不對 憲法規定 如果是說有總統的潛力 還是說國會的潛力 這個就是政治問題 法院不能審 這樣 這句話聽我嗎 憲法規定什麼 我們記記記記記記記 國會有先戰前 憲法快要拍伊拉克 要等國會同不同意 對吧 誰去執行 總統去執行 總統指揮三金 對如果你國會說好的 我總統不知道怎麼處理打 對不對 現在下個禮拜會揭曉 這個拳 是你公佈要拳的喔 不用夜戰打贏還是打輸 輸了幾人 幾萬人對不對 這個先戰是不是有錯誤 指揮也有問題 這是不是要把它彈劾 可以嗎 政治問題也不能審理啊 這就是政治問題 雖然說錯誤了決策 死那麼多人 有這個任務 沒有責任 有政治責任但是沒有這個司法責任 這叫政治問題 了解啦 第一條 第一條說欠缺法院可以查稀後適用的採取標準 這句話要怎麼說 美國是三千分立的國家喔 你們要了解喔 他說欠缺 裁判欠缺法律 欠缺法律表的是什麼 就有可能變成政治問題了 我們都回來講 那有法論的 是不是政治問題 有法律呢 他要不要依法審判 他可不可以季節審理 對啊 你如果說有法律規定的話 那就不是政治問題了 可不可以這樣講 可以齁 這句話就是這樣說 那會先做成顯然不屬於司法財產的初步政策決定 法院無從審查 比如說 你申請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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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沒有決定啊 要不要 如果說萬一他同意的話 你告不是變白告了嗎 而且你告了 法院沒有案子可以審啊 沒有內容嘛 這條就說這個啦 有得了嗎 有得了嗎 有得了 再來第四個 如果法院獨立解決的話 勢必造成其他平行部門的不尊重 有些行政權是 這個地方我比較不清楚 如果特殊需要 是毫不猶豫的遵循已經做成的政治決定 這條對我們優利喔 如果說已經做成政治決定的法院 台灣就要怎麼樣 毫不猶豫的遵守嘛 台灣的地位 這美國有沒有講 我們再來看看 就同一個問題 可能形成政府不同部門 發表不同的聲音的尷尬疾變 如果說你去獨立決定了 然後造成跟其他行政部門不同的話 那就會尷尬 這個也是政治問題 對我們優利的是什麼 說我這裡 你沒有法律規定嘛 剛才我們說的 就說 新南青島是不是屬於台灣人民的 這個也沒有法律規定 哪一條 再來說 啊這 台灣的主權屬於誰的 美國行政部門有沒有講 那如果有在哪裡 這個都 就這樣子要找證據嘛 我們是要打官司耶 不是說說說說 這樣 新台灣論什麼就是了 不行耶 還要進一步要有判決判例 要有法律 不好意思我這不是 是說法律的東西就是這樣 這法官又說 一旦行政部門決定台灣主權為和的時候 法庭就可立即 判決上訴人相應的地位以及應有的權利 對於哪一個國家 對爭利性的領土既有主權一事 司法部門通常追隨行政部門 一旦主權被切政治性的決定宣布之後 法庭就能檢視相應的獨立的判決 對該妻所因適用的法律 這個在重申剛才那個第六點嗎 還是說第五點 要看一下簡單的 日米優雅通商航海議定書第14條 他說琉球台灣不適用日本 日米最合國待遇 1953年10月30日生效了 日米優雅通商航海協議書第14條 為何規定台灣跟沖繩不適用日米優雅 這個最合國待遇 為什麼這樣規定 他可不可以規定說中國不適用 可以規定說菲律賓不是用 可以這樣規定嗎 不行嘛 自己如果沒有關係你怎麼規定 反正他這樣規定表示什麼 表示說這跟美國日本有關係 有什麼關係 一個是有所有一個是佔領嘛 那是怎麼不適用 因為他是 這段時間已經換成什麼 沖繩被誰佔領 美國 啊台灣呢 所以就不適用嘛 就因為這樣 後來沖繩有沒有適用 現在 適用 但有一天會適用嗎 也是佔嘛 照這個規定這樣是佔嘛 他這樣有說 這是條A呢 條A要不要經過國會的同意 這美國國會 不只說總統講的算耶 這個還要國會同意耶 啊這個條A 有沒有說主權誰的 有啊 這樣就是有啊 那如果我說 是怎麼會定在這 是怎麼會定在這 是怎麼會定在條A 是怎麼說這個不適用 因為 日本沒有政府在這裡 幫我代表這些人去 主張這些的管理嘛 所以不適用 要在簽什麼旗艦嘛 這是不是跟剛才說 日本目前屬於 這個聖禮主權的地位 是不是這樣 杜瑞是什麼人 國務院顧問嘛 當時啦 還要他做國務卿嘛 他說的聖禮主權 美國有聖禮主權 就這樣子啊 聖禮主權是代表什麼的 好啦我們 其實聖禮主權 就代表防衛權 所以每日安保 遠東有包括台灣嗎 獨立就在這裡啦 那不是說 他要把他包括就把他包括 不是這樣 那要有獨立的 有華麗的基礎 那現在怎麼可以提告 不讓說啦 這個新的法官員不讓說 美國跟中國過期六十年間 爭吵不休 讓台灣的住民陷入戀意中 在此之間 台灣人民 生活在 在無普遍承認的政府的統治之下 以務實的角度 言之他們 在國際社會中 並無確定的地位 以影響到這些人的日常生活 在此義無所不在的混沌狀態 促使本上司瓦庭 試圖確認他們的國際生命跟人權 被佔領地的人民有沒有代表 你們有代表嗎 沒有啊 你們請你們被親愛的時候 要怎麼樣 自己去告啊 沒辦法 那些人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案子 清楚的行為 就是租船器那個要告的是誰 就是疑嘛 這間美國公司 第一重 這 就是 本月 這7月25號會治療 本月一週內可將起司書送達被告 被告收受起司書書21天內要提出答辯 如果提出答辯的話21天內要答戶 如果他有承認這個送達程序的話 比原來都39天 就是60天 21加39等於60天 他有60天的時間 60天的時間 加上答辯 就是說大概60天 我們7月 這裡一週送達 送到被告 7月25號開始算7天差不多就是8月初 加60天 再加21天 等於10月21會開庭 還有什麼人 就這的人 送到送送送 7月24號起司書送送送送送在這裡 法官訂庭 7月25號當天就訂庭有金嗎 10月21號 早上9點這個法官在這個教室 就這樣 速度有快嗎 快喔 我們不用下課啦 要繼續聽嗎 OK 上了美國蓬勃新聞社 上了美國蓬勃新聞社 7月25號當天就上了 蓬勃新聞不要聽過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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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沒有有什麼東西 所以說得罪的案子 在這紐約做見報 這這樣很奇怪 像是說 高雄的案件 台北見報這樣 這人不容易 這不容易喔 不然我們來查看 財經 全球線的財經類媒體 他內有79億 很大喔 老闆是什麼人 紐約是現任的市長蓬勃 我們這件案子蓬勃給我們注意 這樣有趣嗎 這就是跟我說 這件案子不只蓬勃會注意 連白宮都會注意 國宴也會注意 之前就跟他講 只是說 沒有 一開始講說白宮會注意 不知道說這麼快 蓬勃就報出來 被40位台灣人民提告 25號當天 都是當天 然後在中國 南倒發現吳亦彤的石油 被部分的地區 在新人祈禱專屬經濟海域 然後自然資源經濟成 屬於奔徒台灣人民 賠償200元元美金 中國不在訴訟中 不在被告中 這個報道這樣聽得有了 中國錢怎麼沒在這裡 他也沒來清錢 他只是說不太說 他只是說不太說而已 我們演講有漏漏漏漏 可不可以參加本案 可不可以參加這個訴訟 你們可不可以來參加 聯邦民宿訴訟有24條參加訴訟 誰四個 當時 其實他的標準是說 只要介入參與訴訟的要件符合的話 判決後上訴期間都可以上訴 他會有 他要寫狀子去表明 法官要同意 這樣可以參加嗎 可以啦 這24條有規定 不要看 我們訴訟的策略 這件的訴訟策略是什麼 政人跟代政事 我們是不要傳這個魔甲 不要白公這個人 要來證明 證明說這個白公是他的 你看他怎麼證明 中國海洋市有總公司 他不是說把這個管理 給這個美國公司 美國公司照準 去那裡賺錢 你現在叫這個公司 就那個公司 會叫責來證明嗎 會不會 會不會 你說 你賣我 他要不要出來證明 他會不會證明 他有沒有辦法證明 不然就證明這樣他會出來 叫日本出來 日本政府提出大日本國台灣 在1952年4月28日前後 是不是被美金佔領 這個有沒有證據 剛才證據就是 那個調的就是最大的證據 最有效的證據 是不是這樣 這個這樣 訴訟策略這樣對不對 如果這兩個去法庭 這樣想法官會上是什麼人 判決影響 被告勝訴 美國贏 等於確認這個賣白公 開採的合法嘛 對不對 那中國是不是有管理 美國私有公司繼續繳錢力金嘛 他現在吃到當時 吃到25年 我給他擦過 這樣越南會不會證賬 美國判決越南會不會證賬 會嗎 不會證賬 怎麼會認賬呢 這個 那認賬他就要撤金了 你像他會撤金 美國判決他就要撤金 這個這樣子也不符合 美國佔領國的規定啊 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啊 美國從來而已 這樣不可能 藍海這都是中國的 這樣美國從來而已 有可能嗎 這不可能的嘛 這樣是美國政府專屬 八九九美國專屬 這樣法官會這樣判不 那律師告訴我 美國反而有一個默契 違背美國的利益 不會判啦 這這樣 判贏贏 重點是美國專屬嘛 所以才會判贏 我看是不會判他贏 頂多是程序駁回 這樣而已 有沒有政治問題這樣而已 我們剛才說過了 台灣的主權誰的 日本啊 剛才要去 條約呢 國會講的 美國反而要遵守嗎 哎呀對不對 我們剛才說 什麼叫做政治問題 有法律的規定嘛 還是說 這個政府部門有先 有先事嘛 有說明嘛 有決定嘛 我們剛才這兩個人都有嘛 條約有說嘛 還有這個 杜洛斯有說嘛 勝利主權嘛 都說得很清楚 啊英國也勝訴呢 確認 台灣是美國的佔人地嘛 這 這很明白嘛 阿伯教要不要賠英國 要齁 但是他可以跟中國解除這個企業的約束嘛 對不對 可以去拖 但是他如果明知就有另外一個問題 阿如果說要再繼續在原地探勘呢 要不要跟英國簽呢 要齁 阿其他石油公司呢 其他石油公司會如何啦 會不會繼續跟葉蘭 會去兵馬來西亞這些國家繼續在那 他現在已經開菜那些文來啦 會不會繼續在那 他要怎樣 要不要來跟我們談 要齁 要齁 要不要跟我們結算 要齁 判我們要標示說 這是美國的簽名地 這樣有美國的利益在那裡嗎 有齁 這樣說要怎樣 會不會維護美國利益 但你也不能隨便維護 你要有根據,你要有條約 要有法律 阿有嗎 有齁 藝人會不會反對 會喔 你要看他有簽字嗎 他有簽就這樣和民調的嗎 有喔 他沒有簽字 他沒有承認美國是主要佔領國 有啊 他這樣怎麼反對 再反對就進反言了嘛 對不對 不能說相反的話 美國媒體會不會評論 對不對 你進反對台灣有沒有利益 我們說的利益啦 對台灣有什麼利益 第一個 美國確認會主要佔領國嘛 他要不要來佔領 要來佔領有什麼利益 我們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 你的國王預算一年三千億 還要變嗎 這算下來 這條 欸 老人真的可以 不只餘七千而已 大伯 還沒有 三千億 先一條 我想這條就好了 這條 現的 這條現的 對不對 三千億 代表啦 這三千億 三千億嘛 台灣一年 這國王預算是超過 最低是三千億嘛 三千億嘛 那先這條 看到什麼福利也有 對不對 怕這條 台灣地位正常化 對不對 這裡有多少 再來 阿Kinawa一年 日本 美國在阿Kinawa有這個基地 軍事基地 他一年的財金是多少 你知道嗎 一千億 日幣 那也不會借啊 三四百 他的代表也不會借啊 要讓各位這些特色有問題 有借了嘛 三四百億 要小學生 什麼營養午餐 什麼中學生 學雜會 這都不是問題耶 阿法院判了你說他要不要來佔領 他要來佔領 剛才我們這就不用開了嘛 對不對 阿你說 祖金 現在有跟中華民國收 中華民國有跟他說嗎 沒有啊 那為什麼阿Kinawa可以收 林鄭蓮順啊 你這個中華民國是他叫來的 要幫他收 你要交保護的東西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他 光是判說他是佔領的話 美國人判了你還不執行 他敢嗎 你對美國說不敢 不用告了 那媒體就把他修理了 對不對 對不對 美國利益你美國金貌不維護 這怎麼對呢 不對阿 但是他站出來的時候 我們現場就四千條了 四千億 對不對 是啊 你看這個關係什麼樣 第一個 第一個 這第一個 就是說 確認佔領這個問題就好了 他不能說閃 反正如果碰出來他還閃 沒辦法散 利益有多少 2008年這個美國能源資訊集 說常有二一三零一桶 以布蘭特最近4.5年的價格 一百塊來講 超過二十條 二十條是多少你知道嗎 每年耶 超過六百兆的台幣 R4一人預算多少 不到兩兆 二十兆美金是 三百年的預算超過 三百年的預算 不報到天然氣的 天然 可燃冰空到五百塊 那這在那裡有多少 要怎麼執行這個東西 本案的 食油大概五億桶 五億桶 五億桶我們 一百一十塊 一百塊就是 大概就是一兆多嘛 本案的 但是不報到天然氣的 我們剛才說 這是本來直接的利益 剛才那是附帶的利益 都判決我的 我們只要 主張290萬而已 但是他如果贏 贏多少你給我看看 美國有沒有前例 沒有啊 但他有影響力 他有什麼影響力 我們看看 來自美國外交官 由公司的職員 伊拉克當局的消息指出 伊拉克 石油公司 原本合作夥伴 古牌 埃克森 道達爾 英國 四間石油公司 鄭年同 雪富龍 跟蘇姊 教小型的石油公司 跟伊拉克在談判 石油部在談判 談判什麼 當局將會以非招標性的方式 授予這些石油公司合約 這什麼 這個透過談判 這個叫影響力 中俄 中國跟蘇姊 的石油公司 沒機會啦 沒機會 進標 因為不招標嘛 所以沒機會進標 儘管這些油公司已經 因爲油價沒桶漲到一百四十塊美金的 大鑽 伊拉克政府堅稱 直接將合約批准給這些油公司 我們剛才說九十六塊一百塊都是 偏低嘛 偏低就是二十條 那用這個 百四塊 哇 這樣不得了 要三十條 加百五十 因爲他們在過去一兩年 不收費 充當政府的顧問 直接 直接合約給他啦 這就是 沒有權利 但是有影響力 那現在理會有多少 有沒有符合美國的利 有 所以我們這件主要說 程序問題解決了 就宣布 同樣宣布勝訴 當然不是我們宣布啦 美國啦 美國那樣 前這個 這 還要怎麼開掃 你看看技術 深水鑽井技術最深已達到3052米 中國使用本國的裝備最多505米 這樣有夠技術嗎 油漸井井 他說中國的裝備是333米 作業水深 目前國際上開發最深是2438米 這樣差很多嘛 所以如果要開發的時候 中國有什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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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有什麼利益 中國從中東地區進口原油 再不需要經過馬來賬海峽 石油季輪直接停在緬甸的港口 通過石油運輸管道 可以延延不斷地送往中國西蘭地區昆明 這樣的運輸方式不僅大大節省的運輸的成本 提高了中國天然氣的安全指數 這要看一張圖 那是我 把它跳去 上台聲這裡 一開始這個圖 這裡 他說這裡是 阿拉伯這裡 他用郵輪 巨輪把它拆拆拆拆拆拆拆 在這裡泄好 這裡就直接去西蘭 緊緊而已 不用這樣洗 這樣洗洗洗 也怎麼吃海峽 再來 這樣 是不是這樣 他說這樣洗這段 這樣洗很多人 還要更安全 在這裡 在這裡比較安全 像是說 他如果在這裡 在這裡一條郵公回去 會更好嗎 這樣油膩了嗎 有 中國的利益就是在那 這樣這家人到現在 有每個都要聽到嗎 有什麼疑問呢 我們可以拿出來說一看 怎麼再說到 中國利益 如果說他 他說 我們還算一下 他說這樣就算多少 在麵店那裡 他現在每天經過五四三萬桶 其中有四百萬桶是經過馬來自海峽 他已經建立東北西北兩大陸陸管道 引進俄羅斯哈薩克土布販的油氣 但份量嚴不及東南的因素管道 他如果自緬甸腳飄至中國昆明的管線 2380公里的 一公每天四十四萬桶 四十四萬桶 降這五四三桶 萬桶 比例多少 八趴 八趴 可以省八趴 大部分就省得到嗎 省不到啊 所以說 如果 能夠從南海直接拉一條油管回去的話 是不是省更多 更安全 就是 中國的利益 所以說如果我們怕贏 如果打贏的話 要怎麼開花 我就開花沒有 我就自信沒有 你看 如果打贏的話 業主什麼人 國位嘛 上來執法 美國要判斷 美國就要執法 技術 日本 不是聰明 日本 因為美國這裡有一份 執法 他的影響力一份 這裡有技術 資金 很聰明 中國 多轉 不是啦 美國怎麼有保轉 美國是直返 外南啦 那邊啦 當地已經有軍隊在那邊 保轉就好了 對不對 那這樣三百年的醫生 除以五嘛 一人有六十年的醫生 這一二三四五嘛 對不對 大家都有分嘛 這樣一人 六十年的預算 可以嗎 這樣開發可以 這樣 有可能 為什麼在那裡 這個為什麼可以開發 你知道嗎 重要是這個石油公司 他才算簽約 他如果簽約下去 美國這個 舊的公司來的時候 你說 美國才不用出來 美國的舊的公司 跟美國都出來的時候 外南會反對 不會啦 如果出資料 他才會反對 對不對 這樣就有接到反省了 我們現在說訴訟進度 這是 10月21號嘛 對不對 再去高點 本案議定 10月21號早上九點 法官開第一次庭 第一次庭 通常用來 跟兩兆律師商討 然後法官定奪有關證人 承襲法則 及最終審理日的決定 現在是這個 10月21號 買那種的 要開庭 遞交這個 答辯書 抗教文 做出最後才解 說到這裡有什麼疑問嗎 可以拿出來問 勝訴率什麼 承襲問題 承襲問題 給你們想看 有什麼問題 沒想到 其實有一個問題 現在法官第一刀命 就是說要10點的收入 你要去高 如果沒有損害的時候 可以去高 你如果沒有損害的話 你可不可以跟他要求290萬 你有沒有損害 有沒有 你沒有損害 這不用告了 你沒有損害要告什麼 各位你有什麼損害 你以為法官說我損害多少 你要說得清楚 你如果說不清楚 法官也要幫你補回 你這根本就不是這麼怕嘛 你如果沒有損害 你要去高什麼 對不對 你的損害是什麼 權利 權利很抽象 權利是價格多少 這個 魚 跟假買白公買了100萬 這個白公 假設 這100萬是要貴什麼人 如果他真的賣白公的話 白公也同意賣的話 這個要貴誰 對 對啊 過白公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賣是損害者 受害者 就是 我們台灣這個開採這個 炭鉗開採這個 他有高 錢利金給中國沒有 有啊 有啊 這錢利金給什麼人 整個台灣人啊 對不對 這樣你有損害嗎 多少 看你高多少就是多少啊 卡有得拿出來啊 看你一年要高多少啊 這是不是我們的損害 相當於我們的損害的價錢 那這樣 這樣 可以去告嗎 你有損害你就可以去告 那那那有受理嗎 受理啊 表示說這是一個案子 那那不是案子就幫你補回了 來啊 你看有什麼問題 當事人不適格 這不是你的 這是不是你的 這不是 這不是你的 這算不是 哪一個法律有說是你的 相當清楚 這裡只有想有錢而已 你看看 這一開始 這個聯合國經濟理事會的結議 2007年 被佔領的巴勒斯坦 跟被佔領的 西里亞 戈蘭的阿拉伯人民 對他的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 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 要求佔領國以色列不要開採 危害浪威號經濟資源 這樣 想有 台灣人 想有 被佔領地方的人民 想有 所有是誰 所有是小儀 租款 台灣租款是誰的 誰 天皇的 所有錢是天皇的 我們是享有錢 這聯合國說的 這不可以說的 再說 這是天皇的 你們是平常代表天皇 平常 因為 天皇現在不在台灣 他沒有辦法管 他有所有沒有錯 但是被佔領 他沒有辦法管 但是他的成民在這裡 他的成民在這裡享有這個權利 所以可以提這個訴訟 那現在 那一堆人 你如果不去參加 他們那些人可以代表你 你如果不去參加 那一些人可不可以代表你 你如果不去參加 可以嗎 可以 去手一下看 不可以去手一下 你有做錢嗎 我記住一下 你不要買股票 買股票股東會結議 如果說違法的時候 譬如你們都是股東 如果兩三個去搞這樣 可以嗎 那就要全部人去搞 撤銷股東會結議 要不然全部就股東去搞 一兩個就可以了 搞了之後 判決效率會不會記憶你們 會不會 這撤銷 因為只有我們三個人撤銷 你們沒有來的 還是對你們有效 幹嘛呢 不是 所以這個權利 股東會這個權利是 單一不可分割的權利 單一不可分割的權利 所以 各位人去搞 都可以 還可以分開判斷 不可以啊 所以這樣子會怎麼樣 會不會代表你們 會喔 這樣會發生一個代表的問題 這樣有理解嗎 還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損害啦 有沒有代表錢啦 因為 如果沒有代表錢的運用 發生一個問題 你到聯邦環港要7.5萬美金的最低要求 你說你有 你們這些人有損失7.5萬嗎 美金 那有 沒有啊 是不是 沒有 合起來呢 有沒有 一千八百人合起來有沒有 就有了喔 所以這個地方有這個問題 代表錢的問題 你有受損害 損害金額超過7.5萬 這訴訟要件有啊 再來說 不是政治問題 什麼是政治問題 待會我們說那幾個項 剛才說這樣聽到 大家都知道 有沒有法律規定嘛 那有沒有 行政部門有沒有講嘛 再來有什麼問題 想看看各位 提供有什麼問題 做你們說這樣沒關係 還有10分鐘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嗎 不然我們再說一個東西好了 沒有人再講下一個啦 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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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啦 大概2014年1月1號之前 雙牌 雙牌 RTG 下緣跟RC上緣 共用 螺絲 兩塊小湯 兩塊小湯啦 這樣可以嗎 會喔 外面有車有兩塊小湯 2014年1月1號之後 這個要停牌 GATOB 就是中華民國這個牌要停下來 這停牌的程序合法嗎 可不可以停牌 停牌有什麼效果 可以退稅 不只是不用繳可以退稅 停牌的效果 既然沒有使用牌照 要不要繳這個牌照稅 燃料稅 不用嘛 第一個 停稅嘛 第二個就是 使用牌照稅法 第十三條規定說 既然已經向其交通機關申請 申報停止使用 一繳使用期間 因那支使用牌照稅 可以申請退還 這不是我們說 這是他的規定這樣說 他的規定說可以退 所以說這樣可不可以停牌 可以嘛 停牌可以退稅那當然可以停牌 燃料稅 增收及分配辦法 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 更明倫規定 因為停時 半頭停牌所需 將欠繳的會要繳清 但如果繳足一繳的話 也可以按日計算退會 牌照稅跟燃料稅 都可以申請退會 這樣有合法嗎 有 這這樣可以曬嗎 當然是可以的 機車有 機車也是有停牌的問題 啊 但是 你還記得 民主說機車我也要挨 他會說你 有牌照都行駛嗎 大家不要這樣講 他大陸交通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八款 牌照 要月經繳銷 報庭 吊銷 吊銷 注銷 無牌照都行駛 儲三千六百元以上 你要去停牌 這裡沒有 報庭 報庭都行駛的話 這樣要儲還呢 但是意思是說 無牌照都行駛嘛 無牌都行駛 你現在有牌嗎 你有USMG TC的牌啊 所以我不是無牌照 是不是這樣 那本集 本集 是閒掛USMG授錢 T2G核外七機車牌照啊 不得為無牌照都行駛 可不可以 不行嘛 像現在 有牌照都行駛 都行駛 沒有掛 他沒有去報庭 又沒有掛 這樣就 會給你發 如果說你已經報庭了 報庭就當然不用掛嘛 你掛我們這塊就好 你如果沒有報庭 那你又不掛 那這樣就會發 這樣我們就不可以說了 退一步言 縱然就是說 我們過哪個牌照 剛才就請翻 第12條 第1項第8款 牌照、月金、繳銷、報庭、吊銷、注銷 無牌都行駛的情形 以同條第3項規定 第1項第4款、第6款、第8款 汽車 當場一致保管 並通知汽車所有人 限期領回 你想一個問題 你現在你的車 你塞了 他說你報庭 你白牌報庭 你都 你還繼續行駛 就無牌行駛 他如果不生這塊 他要怎麼處理 他說要一致嘛 那你現在你車底 他要怎麼移植 他說移植要怎麼 要通知你來領回去 這不是法舌天主嗎 叫你移植 叫你領回去 好像要怎麼執行 你們看有這個嗎 但是白人賽 就會發生問題 別人賽的話 你也不是 我通知所有人來 對不對 有這個問題 你如果自己賽的時候 他要怎麼執行 就不行了嘛對不對 這條看有嗎 這樣問題嗎 牌的問題 汽車童心在車上的話 警方扣車 既然需要交與所有人之童心 他如何執行扣車 就沒有辦法扣車 所以說也不會發生這種問題 他當然不能執行 那如果對著一個情緣 強行的話 那就是濫用公權力 那就可以告他 行車紀錄器 行車紀錄器 如果可以 最好是去做這個行車紀錄器 行車紀錄器 一方面是保護我們的行車紀錄 我們的行車安全 一方面是符合他的規定 他說 如果不當使用行車紀錄器 或是說沒有依規定保存 還未依規定使用 有處罰的規定 所以如果要幫你騎 我怎麼會騎這條 我們現在在這裡 很多人沒有掛行車紀錄器 包括我也沒有 但是以後要掛我們的牌 最好是去盜行車紀錄器 這樣 多方面的作用 再來有問題嗎 再來有問題嗎 那不然我們 這應該再來就沒有了 我們車牌 自立的遵守 現行法規的雙重義務 我們把這個車牌 不是特權 我們有雙重義務 我們第一個要遵守 他們的規定 第二個要遵守 DCCC本身的規定 你們有請這個行照 後面第二項就有講 本證持有所 因致力的遵照GAT現行法令 及DCC的規案 為負雙重的責任 所以我們這不是特權 我們這有 比較重重的 雙重的責任 發行車牌有完整的機制 相公告 這日本人是很貴氣的 我們是以大日本國為 身份至極的話 我們就要致力 不可以耍特錢 耍特錢的話 可能違則 嚴重的話就要註銷 你的牌照 這是美國情島美國進政府 本土台灣人私有 及美國金融交通工具使用規則 這是美國的佔領期間的使用規則 你也知道我沒有什麼言語 沒有什麼通 但是這都言語 私有及美國金融交通工具使用規則 私有及美國金融交通工具使用規則 台灣情島美國軍政府 以及台灣民政府總部 跟本土台灣人 跟本土台灣人 好 到這裡 這樣刷 不好意思 下課了 請 走 下課了好困10分錢